深夜男人盯着熟睡的老人 眼中闪过胸光 随后他走上前掐住老人脖子 可紧接着他的手竟开始发光 屋子里的各种电气也开始闪烁起来 男人像是承受了某种可怕的压力 而老人也睁开了双眼 随后头颅发出光芒 照得脸上血管清晰可见 老人身体开始颤抖 手指伸的笔直 屋外老人的女儿黑妹见词 当即朝父亲房间冲去 可当他进入房间 却惊恐地发现 原本患有癌症的瘫痪父亲老黑 现在竟然站了起来 并且恢复了健康 两人都很激动 直到一旁传来呻吟声 他们这才看见了躺地上的男人 赶紧抬起男人想去医治 老黑惊讶地发现 对方身体竟比羽毛还轻 这时男人不停地说自己需要水 黑妹于是立刻打开水管 男人健壮 立刻凑了上去狂饮 一旁的妇女俩都惊呆了 可更让他们惊恐的是 喝饱水的男人 双眼突然变得漆黑 脑袋像气球一样开始变形 紧接着 男人仰面朝天栽倒在地 嘴里开始流出大量未知的黑色液体 眼看液体就要碰到妇女俩 却又全部被电扇吸到空中 被排风扇排了出去 男人也在此刻恢复了正常 而经过此次事情 黑妹也彻底相信 男人是外星蜥蜴人 就在昨天男人找到黑妹 直接说出黑妹曾是物理学家 要他和自己去西雅图取一样东西 好拯救自己在安西雅兴的族人 见黑妹不幸 他直接进入了一个龙卷风 说是为了接收神秘讯息 虽然男人事后完好的出来了 但黑妹看着男人不太聪明的样子 还是不相信 他说既然男人法拉第是外星员 那如果能治好自己患癌的瘫痪父亲 就答应他 而现在看着眼前容光焕发的老黑 黑妹却不想和男人去西雅图 因为他不知道老黑的痊愈 是否只能维持一段时间 或者有更严重的副作用 但老黑却劝女儿放心去 自己能健康一段时间也心满意足 而且他知道女儿当初放弃科研 是为了照顾自己 他要女儿不要在自己身上浪费时间 努力用科技为人类造福 黑妹文言同意了父亲 于是和法拉第前往西雅图去取一样东西 可没想到 就在昨天法拉第进入龙卷风时 情报局也侦测到了里面的信号 虽然具体内容他们不知道 但40年前在同一地点 曾收到过同样的信号 当时的报告说是电磁脉冲 而写报告的人只剩下了一人 胖姐要白哥出发 看看能从对方口中套出什么 白哥立刻行动来到对方的住址 可还没看见人他就被打敌了 等醒来时 发现自己已经被一个老头绑了起来 老头熟练地取出了他眼中的隐形眼镜 可他腿里的追踪器 白哥表示自己只是来询问龙卷风信号 可没想到 老头竟瞬间暴怒 说白哥肯定就是为了交骗才来的 他很后悔当初帮情报局做事 还挖出了对方眼镜 把对方逼疯 白哥问对方是谁 可老头不仅不说 还直接开枪将自己抱头 宁愿死也不想说出这个秘密 但所幸白哥在他家找到了一个视频 里面是一个人被抓起来做研究 而白哥也终于明白了前因后果 原来40年前 一个叫牛顿的外星人来到地球 用领先世界百年的十项科技 在西雅图建立了一家叫原音的科技公司 但很快他的公司被接管 牛顿本人也神奇消失 但其实他是被抓了 审讯期间牛顿透露了最后一项科技 这项科技或许能改变世界 白哥推测龙卷风里的讯号 可能表明又有外星人来到了地球 他要去找到对方并带回来做研究